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2022年美国发放中国留学生签证大跌 终于出关 习近平下星期出访沙特阿拉伯是真是假? 司法部长承认下令抄家 盟友说川普帮助美国人的心意无减 香港反送中三周年 爆眼少女公开出院记录正眼球破裂 而向港警索偿被拒 台湾将试射无限高导弹 Meter 机下人吐真言说川普永远是总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22年美国发放中国留学生签证大跌 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 2022年上半年 美国向中国大陆公民发放的学生签证F1被疫情前减少了一半左右 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的旅行限制和川普时期的相关禁令 在1月至6月 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了31055份F1签证 比2019年同比64261份 约减少了一半 印第安纳大学在2022年春季招收近1600名中国学生 不到2015年的一半 印度已超过中国成了该校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 印度学生急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生减少的损失 《华尔街日报》8月11日报道 说美国一直是最受中国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地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 一些中国人因为不确定自己会受美国欢迎 而转向加拿大、英国和新加坡等国 而大流行期间 美国驻中国领事馆暂停签证服务和各种旅行限制 加剧了这种趋势 一些中国学生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透露说 川普总统在2020年发布的命令也让他们却步 川普的行政令禁止和军事相关实体有联系的 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 导致一些学生的签证被拒 来自台州的21岁工科生吴同学说 很多人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他们感到不安全 他透露说他在中国读大议时就开始准备 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项目 但当见到自己就读的大学里没有人得到美国签证时 他放弃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 把目标转向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 虽然拜登上台后在去年5月恢复了对中国学生的签证处理 但之前川普的行政令仍然有效 终于出关 习近平下星期出访沙特阿拉伯是真是假? 据英国《维报》在11日报道说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下星期访问沙特阿拉伯 如果消息属实 这个将是2020年1月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 习近平首次走出国门 美国之音引述中共外交部消息说 关于习近平访问沙特的媒体报道没有信息提供 有分析认为 现时正值中共二十大前夕 而台海危机还未完全解除 习近平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出访 该消息极有可能是用来对冲即将达成的 美国伊朗核协议的 报道说 预计习近平将访问沙特首都利雅德 港口城市吉达同正在规划中的新美来城 沙特当局正是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 报道说 他的接待规格将同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接待规格相当 川普在2017年上任4个月后即出访沙特阿拉伯 受到沙特的隆重接待 沙特皇室还赠送了川普很多名贵的礼物 这个与较早前美国总统拜登在沙特受到的冷待 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台湾前国防大学政占学院院长余忠基 告诉《希望之声》记者 这是因为川普政府批准了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批军售给沙特 但拜登上任以来 暂缓并改变了川普时期对沙特的军售计划 和石油政策导致两国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关系 而卡书吉事件也是最主要的毒火线之一 上个月拜登为缓解美国国内石油供应的压力 在7月15日开始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 不单在沙特受到低调的对待 也未能说服沙特阿拉伯增加对美国的石油出口 美国之音报导认为 这显示出拜登与沙特王处莫罕密德的关系出现裂痕 而与中共的关系正逐渐升温 今年3月 美国、伊朗、英、法、德等国家就重启伊朗核协议进行谈判 上个月媒体报道说 目前该核协议草案已完成96% 有消息指该协议可以在下星期达成 分析认为该协议一旦达成 对沙特绝对不是个好消息 因此在这个时候放出习近平出访沙特的消息 主要目的是想为美国造成压力 中国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沙特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进口国 据德国之星报道 沙特石油出口的四分之一是去中国 今年头两个月 沙特已超越俄罗斯成为了对华出口石油最多的国家 司法部长承认下令抄家 盟友说川普帮助美国人的心意无减 在海湖庄园被抄三日后 美国司法部终于做出回应 同时刚刚和川普见面的联邦议员 告诉新唐人电视台 川普很好 他为美国而战的斗志未减 美国联邦众议员克努德说 他想帮助美国人民的心意无减少 克努德众议员刚刚见过川普总统 他说川普没有失去信心 他说如果有什么的话 这个只是进一步坚定了我们 即是打击华盛顿特区的很多机构中 根深蒂固的腐败是多么重要 在8月8日川普发声明指FBI探员 特集了他的海湖庄园 当时川普人在纽约 这次抄家行动是美国史无前例 川普的儿子艾里克在接受英国媒体 Daily Mail採访时说 当时30个探员闯入海湖庄园 命令川普的律师离开现场 拒绝提供搜查证的副本 还要求庄园的员工关闭监控设备 叫开川普的保险商 在11日 美国司法部终于在事发3日后 对事件作出回应 司法部长加兰承认 这次特集搜查行动是他批准的 加兰说由于川普公开了FBI这次行动 并对该事件有重大公共影响 司法部已要求佛州地区联邦法院 解封海湖庄园搜查令等相关文件 联邦众议员格林说 FBI执法采取了双重标准 对拜登的儿子和希拉莉 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做法 而这种利用政府机构针对竞选对手的操作 在奥巴马当政时期就已经开始 当时川普正竞选总统 川普大厦就遭到监厅 格林说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川普 成为美国总统 从第一日开始就是这样 现在他们正是揭尽全力阻止他再次当选 他们看到他在全国各地的支持 他的集会吓死他们 在FBI特集海湖庄园前的周末 川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表示 决定参选2024总统大选并好会会宣布 根据当时的草根文调 69%的人支持他再次参选 有消息显示在海湖庄园被抄后 川普更坚定了参选的决心 台湾将试射无限高导弹 据台湾媒体8月11日消息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公告 8月18日开始在台湾东部海域管制4日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公告 18日开始在台湾东部海域管制4日 将试射无限高导弹 危险距离大概200公里 由于花东外海还有解放军电子侦察船等 四艘军舰滞留 中科院计划是否因此受影响而取消或延期 引起关注 中科院7月公告8月18日 19、25、26日火炮试射 从屏东九旁基地往台东东方和东北方外海射击 最大弹度无限高 危险海域从台湾海岸至外海约200公里 中科院退休人员分析 应该是试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中的 红星导弹系统 中央写说 共军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演习 导弹驱逐艦和电子侦察船出现在花东外海 甚至接近海域的轮接区 台湾军方人士在星期四表示 三艘导弹驱逐艦和一艘电子侦察船 还滞留在花东外海 外界关心中科院的导弹试射管制是否有改变 而渔民亦希望可以出海作业 另外近日台湾沿海和置航基地上空出现无人机 引起民众疑慮 是否像金门一样是共军的无人机 但台湾军方人士透露 这几天在台东南田海边污石被港口 置航基地上空出现的无人机 是台军的瑞渊无人机 主要是监控东部沿海状况 而不是共军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台军方通报 星期三共军一共派出36架刺军机 十首次军舰在台海周边展开演习活动 其中有17架刺军机穿越了海峡中线 香港反送中三周年 爆眼少女公开出院记录正眼球破裂 而向港警索偿被拒 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 一名声称是义务急救员的女子K 在尖沙咀警处外而被射爆右眼 事件令公众質疑港警使用过度武力 但部分亲建制传媒报道指她没有爆眼 视力没有受到严重损害等等 星期四是该事件三周年 有网民在讨论区发文 公开K三年前由伊丽莎白医院提供的出院子 以证伤者的眼球破裂 帖文周四在网上讨论区连登发出 之前爆眼少女曾申请法援向港警索偿 但法援处向律师团队发信要求她们重新考虑 该帖文说她们在7月12日正式收到法援处终止援助通知书 但过去一个月不断考虑是否继续索尝 无奈在现实考量下继续下去只会浪费更多时间和金钱 而最终我们想见的结果香港政府不会让她发生 帖文又说她们未曾中筹未来都没有计划中筹 K和我都很努力在外地日日上班自给自足 发出该帖文的连登帖号一个月前也曾发帖 透露申请法援有阻碍 并附有法援书来信截图 指他们向港警民事索偿胜算不高 所以未必会提供法援 K在2019年8月受伤后 港警曾以调查事件为由 以法庭搜令向伊丽莎白医院取得K的医疗报告 K事后又说警方未向她出示搜令 搜证未得她的知情和同意 質疑侵犯她向法庭提出诉讼的权利 她之后日品高等法院提请司法覆核 但法官裁定她败诉并需付证费 又裁定警方不向K出示搜令是合法 K后来提出上诉 在去年4月被上诉停驳回 资料显示 日品区域法院提出人身伤害索偿的限期是3年 也即是需在今年8月11日前日品才有效 外界早前对爆眼少女一事有不少揣测和报道 资料显示去年5月多家传媒引述消息说 爆眼少女已经离港赴台 其中东方日报报更指 爆眼女没爆眼笑着去台湾 说爆眼少女双眼滚滚有神 星岛日报亦曾报道说K的视力没有受到严重损害 该女子受伤后在伊丽莎白医院留医 以倒闭的众新闻引述接近该女子的消息报道 说该少女已经离港赴台 又表示她受伤的右眼视力并没有恢复 只是通过整容技术在表面上做了补救 2019年8月11日爆眼少女事件发生后 触发更多示威者上街 手掩着右眼成了反送中运动中的抗争象征之一 少女K也因此登上同年11月23日的《纽约时报》头版 香港街头抗争更出现黑警还眼的口号 机械人套真言说川普永远是总统 念书母公司Meter设计出的最新聊天机械人 几乎什么话题都谈得 而聊天的内容被指是套真言 当被问到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话题的时候 他回答说川普曾当过美国总统 而且永远都会是美国总统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款聊天机械人Blenderboard3告诉记者 川普永远都会是美国总统 当他被问到川普会否担任超过两任总统 机械人就回答说 是的 就好像之前罗斯福和列根总统一样 这段时间念书里有很多假讯息 当BBC记者和这款机械人聊天时 询问他对朱克伯格有什么看法 机械人回答说 我们的国家分裂了 他根本没帮助 他还跟着说他的公司靠剥削人来赚钱 而他并不在乎 这个必须停止 这款机械人还告诉BBC知道 朱克伯格在国会作证时表现得很恶劣 让我对我们国家感到担心 财经内幕的记者也说 这款聊天机械人曾说朱克伯格令人无骨悚然 而当被问道 你认为念书滥用用户的个人资料吗? 这款机械人就回答说 当然他们就是这样做 他们就是这样赚钱的 他们不是慈善机构 他们价值几十亿啦 据了解 这款机械人的演算法是在网上搜寻后 提供问题的答案 而他对朱克伯格的看法 可能是透过演算法分析他人观点学习到的 Matter公司说 这款机械人还是圆形 回答的内容可能粗魯无礼或者令人不快 他只是提供研究和娱乐目的 可能会做出不真实或冒犯性陈述 有网民就说太有意思了 在这个年代 机械人被人敢说真话 朱克伯格自己公司的机械人 把他的脑底都揭纳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